除了提摩西草和兔粮外,兔兔还能吃哪些食物呢? 各种河本科牧草,6个月以上成年的兔兔,可以给予兔兔更丰富的牧草种类。 河本科的燕麦草、大麦草、小麦草、黑麦草、火树草等,都是非常适合给兔兔提供的。 还有一些蒲公英、车前草菊菊等,兔兔也可以吃,但注意这些草的喂食总量,尽量不要超过竹草的四分之一。 只能作为临时辅助草供应并且一些带有药效的草,如蒲公英可以清热降火。 车前草利尿解毒,不要喂太多,硬剂的新鲜蔬菜。 富含纤维的绿叶菜也很适合兔兔,每天喂食量需要控制,不可无限量供应。 另外十字花科的蔬菜,以及根莖和种子类的蔬菜也不能吃,比如花菜白萝卜、红薯坚果等等。 这些都不可以给兔兔哦。 新鲜的水果,可以适量投胃,但不能喂太多。 比如苹果可以,削几条苹果皮一两片,果子则有毒性,不可供应。 很甜的水果,或淀粉含量高的水果,也尽量不要给小零食和保健食品,比如乳酸菌糕、木瓜糕、木瓜丸子等。 按照使用方法提供,零食方面,建议大家选择看得到配料表的成分。 以木草为主,无糖无骨的天然的苹果汁。 木瓜桩桑叶卷等也是很好的选择。 或者自己地,用草粉和果泥压制。 烘烤草饼,可以给兔兔猪猪多搭配几种零食草咯。 这款花草粮科学搭配,满足小宠饮食的多元化。 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呢。 可以还原小宠在野外环境中的觅食。 为食草类动物打造一个健康的肠道环境。